今天去市场买了20多个兔头 咱们今天做一个麻辣兔头吃 我们先把这个兔头的喉果 还有上边的一些毛 拿这个剪刀来剪一下 先把这个兔头焯一下水 来点葱姜 料酒 兔头焯好水以后把它捞出来 锅中来点油 稍微多一些 放入葱姜、洋葱香菜 放入大红泡、花椒和麻椒 放入干辣椒 来点皮田豆腐酱 放入一小块火锅料 加入生抽酱油 料酒 添入清水 加入糖色 放入香料包 放入咸盐、味精、鸡粉 把兔头卤进去 兔头大概卤40分钟 然后在这个汤里边泡一个小时 兔头已经卤好了,咱们现在准备点蒜末 再切点姜末 剁点刺啪辣椒 把上面这层红油撇出来 咱们现在把卤好的兔头捞出来 锅烧干以后了,倒入红油 放入姜米、蒜米、花椒、麻椒 放入刺啪辣椒 炒香以后了,放入兔头 再来点海椒面 放入点啤酒 最后再来点白芝麻 兔头已经做好了,咱把它盛到盆里 兔头已经做好了,在汤里边泡一个小时 把兔头装到盘子里 来点白的吧 里肚子,这酒不赖昂 来,尝尝我卤的兔头 挺可以昂 不赖昂,远哥味儿 来,倒一个,来 可比鸭子好吃多了 这是痛脑吧 这玩意越吃越过瘾 这石头好吃哩 这肉味道都是这种 咸的咸的 不可比鸭子好吃 继续 小石头 来,尽多点 尽多点 越吃越熟练 来来来 咸的脚还是好